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個禮拜請打開146月 146月在這之前其實我們有提到 明治前期的文學的部分 那這裡面有屏內逍遙以前的 翻譯小說 政治小說的一些情形 第二個有提到寫實主義的一些問題 那麼最後有提到言文一致運動 就是他的作品裡面有所謂的 Da、Des、Deある、Deした 各種不同的這種語調表現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再看最後一個是 就是尼古典主義 就是其實回溯到這個德川時代 有原路這個時代 可以說是文化文明最燦爛最發達的這個時代 記得我們有提到一位叫錦元熙鶴的一個人物 那麼這個人物可以說是古典人物的一個代表 大家到了這個明治的時候 對他還是念念不忘 所以就興起所謂古典復興運動這樣一個希望 希望時代雖然緊密的結合跟近代緊密的結合 但是對傳統的古典的學問不要放棄 大概是這樣一個理念 所以這裡面就是包括這個古典在內的日本文學 跟跨時代的近代文學 這個部分希望同時給他保存住 也就是說傳統的學問 包括文學這一塊跟現在進到一個明治時期 比較新的一個時期的一個 這個文學的一個發展如何去取捨 恐怕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新的時代大家都抱有一個期望 一個期待 然後跟一個怎麼講 希望盡量去吸收新的一個 西洋文明的這個心態 特別是這裡面有一個叫物質文明這個東西 其實也會左右到其他的一個學問的一個傳承 所以古典到底重不重要 其實一直到今天已經2014年了 我們也還在討論這個問題 就說古典這個東西其實沒有人敢否定 它是很重要的 可是事實上古典這個東西 很多人其實都是忽略它了 大家雖然認為古典很重要 可是在學習的過程裡面又發現古典其實很難 那我們經常提到一個日本的學問在古典 這樣子一個概念 這個學問包括文學也好 歷史也好 思想也好 就是說如果你要學近代的日本文學 如果你從明治開始學起 恐怕你沒有辦法了解整個日本文學的 一個歷史演變跟它的時代背景 所以勸大家研究近代的日本文學也好 甚至於你在研究江戶時期的日本文學也好 你都要往前面的時代去推延 去做了解 然後主軸再拉到你要做江戶 或者是你要做明治 或者是你要做大政跟現代 也就是說整個背景它是一連貫的東西 如何的變遷 那是不能用切割的一個方式 歷史如此 這個思想也是如此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請各位來注意一下 好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藝術的復興這個部分 明治起的這個美術也是一樣 所謂的近代美術的一個展開 受到西洋文化的一個刺激 這是從德川末起其實就開始了 跟歷史的演變其實是一樣的 絕對不會是明治時期開始 然後大家才去關注所謂的西洋的話 這西洋的畫風在德川木末早都已經 這個傳到日本去了 德川木末也應該有一些人 跑到西洋的國度裡面去了解了一些 西洋的一些畫風 所以江戶後期有一位叫司馬江漢 這個人他主要就是說 他想要以西洋的這個畫為繼承的一個志向 但是當時代雖然是少數 但是我想應該還是有一些人願意做這樣一個嘗試 特別是在明治初期有一個萬國博覽會 那麼這個萬國博覽會裡面 有世界各國的一些工藝品、美術品出展了 出展了以後相對的 其實日本的一個工藝品也意外的受到好評 因此還是回到說 其實日本的這個傳統的美術這個部分 也不可以忽視 也持續的要去獎勵他、去關懷他 那當然有幾個很特殊的人物 可能也要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人物就是鋼昌天欣 鋼昌天欣我上次已經跟各位介紹 他就是在這個二十四季一初期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到國外去跑了 那他跑了最多的是印度 那到印度去跟很多年輕人做了一些對談 那他的一個主要的身分就是 一個美術學的一個專家 他的專業就是美術 那但是他還有一個從美術的角度 去看東西洋文明不平衡的那個問題 所以他一直強調的是東洋的什麼 東洋的什麼 這個當東洋這兩個字一出來的時候 就是跟西洋有一個對抗的意思存在 東洋主義這樣子的一個概念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他發生的那一種基本上的心態 是有要跟西洋文明來做對抗的那一種心態 已經跑出來 所以在熱戰爭時期那一段剛好 其實日本也剛好走進所謂的 這個世界列強之列 也就是說他打敗了亞洲的大國 老大哥這個晚清 然後熱戰爭雖然戰得非常的辛苦 從結果來講就是日本又打敗了這個世界的強國 俄國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他其實認為說在世界上應該從東洋 尤其是站在日本的立場來向世界發聲 說東洋也有東洋的一個文化 東洋也有東洋的博物美術等等 他希望的就是說向西方國家來呼籲 你們不要忽略輕視東洋的文化 大概是這樣子 當時到東洋有一位學者 這個是美國人叫菲洛納莎 這個人到日本 我想他多少呢 各位看這個菲洛納莎照片在這裡 就是說當時這個剛剛天心剛好有一個機緣 就擔任了他的助手 那麼他們開創了一個日本化的創作的一個運動 各位知道這個壽也從這個前面的幾個時代 他其實就是被稱為所謂御用畫家 非常 怎麼講 勢力龐大 這個持續相當長久的一個 壽也派的一個整個系統這樣一下來 我們可以看那個從壽也振興的這個畫風開始 就一路的這個到現在為止 壽也的畫其實到現在在坊間有相當多的硬品 也就是說它不是真品 它是仿造的東西 那如果是真品的話其實是相當相當的貴的 當然每一個人的身分還是有不太一樣的 那還有就是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名人 比如說我研究的這個朱順水 這個是十七世紀逃到日本來 最後在日本創了一個水戶學派的這一個人物 他也曾經在壽也派的某一張圖畫裡面去寫戰文 戰 戰 顧勉思義其實就是稱戰的意思 那麼跟朱順水幾乎同一個時期來的 這個獨立 這個獨立他是一個儒者是一個和尚 是一個醫生 也是一個道教的傳播者 這個人啊 因為我最近才寫完他的論文 前天晚上吧 我才把一篇稿子完成了 為了把這個人物做一個比較完整的交代 其實我追這個人物的增績啊 在日本我已經追了四年了 追了四年了 那麼為了要把他的整個歷史人物 像來龍去脈跟他的學問的傳承 還有他思想的一些轉化 給他做一個交代 我其實很早就開始寫了這個文章 但是沒有一整段的時間 斷斷斷斷斷斷斷的寫 這篇文章我寫了很久 大概前後寫了半年有 到昨天才把他寫完 大概有寫了五萬六千多字 來把他做交代 這裡面當然我們現在 我這篇文章會配合我這四年來 在日本收到的所有他的增績 還有他的詩文等等 所有的作品都會在台大出版中心來出版 大概預定明年上半期 如果順利的話可以出版 因為這個人物沒有人知道 但是當我去追了以後發現太重要了 而且追出來的東西不比朱順水少 比他的東西還要多 只是非常地善 非常地臨善 那麼我們現在在網站上 隨時可以看到獨立的一個畫軸 不是畫 他不是畫畫 書啦 書 他不太會畫 或者是詩文 這些東西隨便一副現在在網站上排賣 大概日幣都是30萬到50萬左右 也就是說他有他的行情 但是可能大家對他不太清楚 獨立也曾經在壽也這個畫 某一張畫裡面他也提了字 因此各位都知道我們回過頭來看到壽也他的作品 包括這一些人 包括到現在的人其實一提到壽也都是 覺得他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名畫或者是什麼 總之他是一個名家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印象 那麼他主要是畫這個水墨畫起家的 所以壽也的 壽也派的水墨畫又是最受到歡迎的一個內容 那始祖就第一個就是講到這個鄭信 這個人物 那也就是說他們兩個一起聯手 以壽也派為主軸 然後想要再去開拓一個日本的這個畫作的一個新的一個運動 那各位可以看在明治時期還有壽也派持續的存在 在日本的畫壇裡面 畫光畫亮 包括這一位壽也方來 他這一幅畫就比較特殊一點 卑母觀音 卑母觀音 這個畫就是說是壽也派比較近期的一個畫 那還有一個叫喬本雅邦 他有一幅這個龍虎圖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一幅 那岡漢天心他其實提到日本的美術 可以說是稱他是第一人者 也不為過 因為他很早在1890年代 明治22年 他就串了日本美術學校 就是現在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部的一個前身 而他自己就擔任校長 這個各位可以看一下這是圖 左邊是音樂系的一個比較特殊的建築物 叫紅磚一號館 右邊是美術系的正門 裡面有這個大學美術館等等 剛剛天心也不是說他就是平步輕穎 或者是一帆風順 其實美術的這個世界裡面還是有很多糾葛的 因為畫風的關係 因為本土的畫跟西洋的畫之間 還是有很多所謂的怎麼講 爭執的 所以他跟環對派之間其實有起了很多的對立 最後他就辭掉了這個校長的職務 那在1898年他又創立了一個東京美術院 東京美術院 後面我們都知道像橫山大官 這非常有名的美術家 林田 春 草等等 這是後來都是鋼倉天心的高圖 比如說你們現在如果看到這個橫山大官的話 那我看那一戶也是要幾百萬你才買得到 那他的老師就是鋼倉天心 當然他栽培的弟子當然不只這幾位 他只是舉了一些代表而已 那麼除了美術以外我剛剛提到就是 他對於這個東洋傳統的文化 他是非常有 怎麼講誇り思って 他覺得很驕傲 就是說我們東洋的這個包括美術在內的一些 文明的傳統 博物 美術這些東西 他是非常有歷史價值的 那麼所以他希望向世界發生 他希望歐美不要忽視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所以他就在1903年的時候 寫了一個東洋的理想 之後也寫了一個東洋的覺醒 那麼1906年的時候寫了一個這個茶之本 The Book of Tea這樣的一本書來介紹 茶跟日本文化、日本文明的一個關係 那我上次也跟各位提到 就是說他這三個著作 其實都是用英文寫的 英文寫的 所以當他寫出來向世界 向歐美的世界去發生的時候 其實日本國內幾乎都不知道有這一號人物 然後他就做了這些事情 而是之後這三本著作才輾轉的傳回到日本 然後最後才在日本翻成日文 翻成日文出版了以後 大家才開始了解鋼昌天心這一號人物 大概是這樣一個情形 下面我們也介紹另外一個叫做黑田清輝 黑田清輝我們其實有提到 在西洋畫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畫風 或者是主張 比如說有的希望它是色彩是比較淡的 有的是希望比較鮮豔的等等 有美術我也不懂 但是我大概了解說 其實那個東西跟我們學術研究其實是一樣 在追尋一個理念 那個理念其實是不容大家去給它否定的 那如果你的理念遭受到否定的時候 你會全力的去保護它 然後甚至於去跟人家做一些說明 那不免就會產生一些對立 大概這樣一個情形就出現了 那我們看到在西洋畫裡面 其實早期有一個叫前景中 前景中他組織的名字美術會 那他強調的就是比較多一點的就是說 暗淡的一些色彩 可是有人出去 比如說到歐洲去 像這一位黑田清輝他就是到畫國去了 到畫國去流血 他回來以後 他也成立了一個所謂的白馬會 那這個白馬會在日本近代美術史裡面 應該是家喻戶曉的一個組織 沒有人不知道 我講的就是說在美術的領域裡面 那麼這裡面其實他去感受到一個 十九世紀畫國的西洋畫裡面的 所謂的外光主義 也就是他注重的是很鮮明的 外面非常亮麗的這種畫風 效果是強調在你一看到的時候 他就是很鮮明的 各位看一下這個湖畔這個代表作 像我這個外行人看起來 也不會覺得他一定是很可愛的 他其實是比較阿卡瑞的那種感覺的 那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也就是說他很重視這個所謂的外光 這樣子的一個畫風 也就是這個是當時 以在法國為主的這種西洋畫風 其實黑田清輝也會受到某一些程度的影響 那這個據說湖畔坐在這裡的人是他的太太 他自己把他這個sketch去模仿起來的 把他做一個mortel 這是他的一個代表作 那麼之後當然也有人跟這個所謂的 他組成的這個白馬會來對抗 所以美術的這個畫派裡面 其實也是在怎麼講 主張各個畫風的主張的前提之下 其實還是各有不同的一種講法 但是他還是有那個怎麼講 會彼此之間會有不同的意見產生 因此就有正反兩面的不同的意見會出現 其實我個人認為這個如果是良性的競爭 只要不是惡意的攻擊 其實也是好事 因為怎麼講就是說你說你的對 我說我的對 其實沒有對錯的問題 而是說彼此去競爭 那麼往前推 那到底哪一個好哪一個不好 其實你就留給那個欣賞你看這幅畫的人 去平亂就可以了 那倒多自然而然 他就有一個潮流會出來 就像我們現在動不動就要用民意代 民意這個所謂的民調他有一個機制 就是說民調是代表大多數人的贊成的意見 這樣子 下面我們也跟各位再提到 有關於音樂的這個教育這個部分 那音樂的教育在1872年的時候 這裡面有公佈了一個所謂的唱歌 那麼唱歌裡面老師就要把教材去整理出來 因為當時並沒有像現在說 音樂它其實就有很多不同版本的所謂教科書 歷史 國語 社會 地理等等都有 早期的話其實沒有 那這裡面有一位比較新潮的教育研究者 叫做伊朗瓦修里 這一位人物大家應該不陌生吧 知道了舉手 知道他是誰的 他跟台灣有關係 欸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不知道我可能補充來做說明 特別各位是日文系的同學 我們回到日文系的本行來談一下歷史 台灣的日語教育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中國人的立場或者是韓國人的立場 對台灣跟日本的 尤其是台灣人對日本這個國家的人民 表示友好這件事情 從中國人的立場 從韓國人的立場 不可思議 甚至於抗議 甚至於有的到謾罵的地步 為什麼 他們會覺得說 你台灣受日本的殖民是最長的 五十年又六個月 朝鮮從1910年開始算到戰後也有三十六年 滿洲大概也有十幾年 都是受日本的殖民 而被日本殖民的過程裡面 語言的同化 那是必定的一個手段 我說同化 也就是說 各位回想一下 1895年 馬灣條約簽訂了之後 台灣就割讓給日本了 台灣割讓給日本以後 第一個來台灣普及日語教育的人 就是這一位伊藤修二 當他來的時候 他對台灣完全不了解 他是一個教育家 沒有錯 他不但只懂音樂 因為其實他的本行是日本語教育 那他來之前 政府派他到台灣來 做日本語教育的一個推展 他自己按照他的說法 他是說 他說我到台灣去以後 我要把台灣所有的語言的教育 希望一開始就把他們拿掉 直接把日語教育投進去 開始來做 這是他一開始還沒有到台灣來的理想 可是當他來了以後本來想這樣做 後來發現其實台灣跟他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台灣是一個多種族 多語言的一個社會 不是像日本人很單純的就是說 日本這個國家只有一種語言叫日本語 不是 當他來的時候發現種族很多 我們有原住民 有中國過來的 有台灣人 講的語言有很多種語言 發現他原來的那個構思就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這個時間點 各位想一想 當台灣被馬關條約賣掉的時候 整個台灣人幾乎不知道老闆換人 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換人 而台灣當時是誰在管清朝 這個時間點是清朝管轄 在這之前 那既然是清朝管轄的話 傳統的漢學 傳統的辱學教育 有沒有在台灣扎根啊 有啊 台灣人當時有沒有留辮子啊 有啊 在上課啊 對不對 那這些傳統的東西你一下子要把它砍掉 因為這裡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 那還有一個道地的台灣人在那邊土生土長 講的是台語 還有更原始的從來就是老祖宗 就是在台灣這個島嶼出生的原住民 他們各組裡面有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文化 所以是很複雜的 最後呢 其實伊拉拉修理他沒有辦法來貫徹他 原來想要一下子就把台灣的東西給拿掉 就是語言的訓練方面 所以他來的時候後來慢慢的採取 我們講漸進主義 就是一步一步來 一步一步來的意思是什麼 把日語放進來 但是日語放進來的時候 他會加一個本土語言 本土文化 這包括文學歷史等等 這兩個並列 不會一開始就是說把這個東西拿掉 這個東西他原先一開始要把它拿掉 後來沒有 也拿不掉 所以把日文加進來 這個東西讓他也存在 好 這個時候就成立了一個 後面成立了一個最早的談不到私屬 私屬都談不到 而當時台灣有一個民間的私屬 民間的 這個私屬叫做蘇坊 蘇坊 這個蘇坊被從基隆南一直到屏東 遍佈整個台灣 他雖然不是很正式的學校 但是他嗆抖有老師 有課表 有上課作息的時間 有學生 他其實跟學校的教育沒有什麼兩樣 這個東西出現了 這個是一個 那麼伊朗拉修理後來 當然他奉命主要的就是趕快把日語教育 普及到台灣人民的日常的生活用語裡面去 其實這個東西是他們的主軸 既然我 台灣是變成我的這個領地 我來殖民的時候 我不希望你講原來你們的語言 我要統治你 我就希望你們使用我們的日本語 將來我希望你們什麼語言都不會說 但是你們會說我的日本話 這我想是日本當時最後的一個目的 所以他就創了一個叫 國語傳習所 那一開始當然是從台北一剛開始 然後這個傳習所慢慢的往中部 往南部去普及這樣子 那這裡面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然後 知山岩事間 各位現在搭捷運 往檔水 士林那個方向走 有一個站名叫做知山站 有沒有 如果你下車往那邊一直走 那邊會有一個私立醫院 以前叫做陽明醫院 陽明醫院旁邊有一座小山丘 不曉得各位經過沒有 小山丘 旁邊看有一條河 那條河應該是雙席吧 外雙席 在芝山上面就設立了類似這樣的一個機構 開始來普及日本語教育 那麼各位知道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當日本的軍隊要來接收臺灣 臺灣人是沒有辦法接收了 隨時都在抵抗 隨時都在抗爭 那麼兩鄉衝突之下都會有這個傷亡產生 而且很嚴重 那傷亡的比例大概是 應該是2比1 也就是說臺灣人死了兩個 日本軍了不起死了一個或半個 因為畢竟他的裝備、武器、組織是比我們強的 而且他是有他的正當性說 我是要來接收你的 這樣子的一個很強勢的一種 怎麼講 形式 但是臺灣人還是會不斷的抵抗 那在這個國語傳習所在這邊教日語的過程裡面 其實日本派了五、六個日語專家 這個老師都非常的年輕 非常年輕 來這邊上課 那麼有一天那個伊昭娃秀寺他泛國樹子去了 回日本去了 這邊繼續在上課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六個年輕的日本語老師被殺掉 被殺掉 還有一個好像是日本的職員 總共死了七個吧 死了七個 那這件事情就造成很大的一個風波 影響很大的一個風波 就是說知名在我們的 臺灣的日語教育政策上面 你要推動的話 不是那麼容易 讓民治政府有一些覺醒說 沒那麼簡單 非常的複雜 所以要一步 一步來 就是所謂採取漸進式的這樣的一個方法 那現在那個資三園上面 好像早期有立了一些碑吧 那個碑就是在紀念那六個年輕的老師 被殺掉的老師 那這裡面我提到就是說 伊昭娃秀寺他又看到一個書房這個東西 這個書房其實根深蒂固的 在普及當時代的日本語教育 而這裡面有老師 這個老師如何處理他是一個問題 學生其實比較好處理 但是老師的部分怎麼樣去處理 就比較困難 因為這些老師他其實不懂日文 不懂日文 對不對 你日本政府來一下子要來接收我 然後叫我去學你們的語言 我怎麼懂 我不懂 所以他們漸進式的就把這些老師 這個書房原來他們也是一開始就要把它廢掉 可是沒有辦法一下子就廢掉 因此他們就採用了一個漸進式的方式 就是說好 我就暫時讓你的書房成立 但是我禮拜六 禮拜天的時候 把這些老師找來實習 找來實習 這個實習的時候就開始從教材 從上課的課程慢慢做調整 當然就會把日本語的那個課表加重 慢慢慢慢加重 而要他們這些老師呢 除了上你們原來書房的一些傳統的學問 教育以外 我希望你們也慢慢的按照我們的步驟 來推動這個日語教育的普及 那這裡面又出現了一個問題 各位大概也都聽過了 就是 修仔果跟康仔果的問題 知道吧 修仔果到現在日本人還稱修仔果 而日本人統治的時代 專門給台灣人的子弟去唸的叫做 酷仔果 像我爸爸就在酷仔果裡面畢業的 修仔果是專門給日本人的小孩子去唸的 臺灣人的小孩子是不可以去唸的 那剛剛其實就提到一個童話的問題 對不對 為什麼日本人要創立工學校 而不把臺灣人的小孩子直接放到 日本人的小孩子唸的小學校去 我應該講過吧 為什麼 我給你一個童話 就是說 他們想要童話我們 所以他們要叫我們不要講原來的語言 而教你日本話 希望你最後講日語變成日本人 那把我們的子弟 放到小學校跟日本人 小朋友一起上課不行嗎 為什麼要另辟一個叫工學校 然後把臺灣人的小朋友單獨的設一個工學校呢 誰回到我這個問題 這個滿重要的 為什麼 就是說人數的問題 人數的問題 就是說 這個臺灣的小朋友是比較多的 日本的小朋友是比較少的 如果把臺灣的小朋友放到多數 放到少數裡面去 那誰被誰童話 恐怕那一些日本的小朋友 最後會講台語跟講國語 會反被童話 OK 這樣可以理解 這個一開始 他們也沒有去想到這個問題 是最後想出來的 所以最後想出來以後就說不行 這樣太危險了 因此才弄了這個工學校 是這樣一個問題 那我剛剛提到這個老師的部分就是說 書房的老師最後去實習以後呢 他們把他納到工學校去教書 讓工學校慢慢地壯大 而工學校裡面也比例越來越多的 日本的東西 日本的語言放進去 然後逐步地再讓書房給消失掉 而讓工學校壯大了之後 這些老師收入也穩定了 工作也都習慣了 日本話也會講啦 然後也會教啦 這個時候自然而然 這書房的學生越來越少了 就直接進了工學校 就達到他們童話的一個目的 剛好講到這個伊朗拉修士 我想有一段特別是跟日本 與教育有關係的 我跟各位做一個補充 伊朗拉修士他是一個教育研究者 那麼特別是幼兒的音樂教育 在幼兒園裡面的一些唱歌 從這邊開始的一個教育 他曾經向文部省提出了一個報告書 那這裡面當然有很多 如何迎娶當時代小孩子的一個興趣 去把歌唱 也就是說同歌或者是把童謠做一個結合 把歌唱跟幼兒教育做結合 這樣一個嘗試 甚至也還有一些遊戲如何去發明吧 然後怎麼樣能夠得到那個效果 因此他最後就是這個發明了一個 叫做小學唱歌集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邊 當然這個小學唱歌集不是只有一本而已 它其實有很多篇 大概就是說他為了去了解西洋 他們怎麼樣子去把那個幼兒的歌唱教育去普及 那麼他就到美國去做一些調查 然後把西洋的一些唱歌的旋律 他可以融入到日本的童歌裡面去 那主要他就編了這個小學唱歌集 時間是在1883年 那這裡面有很有名的一個叫舅舅 我想各位都知道 小蜜蜂等等都是非常有名的 這個音樂教育後來就因為他這樣子 這個普及到全國的一個教育體系裡面去了 另外他還有在行政的工作方面 其實他在1887年的時候創立了東京音樂學校 那主要他就是專門在輔導這個音樂教育 補級這個音樂教育的 那這裡面他其實也培養出很多優秀的一些學生出來 比如說我想各位都不陌生的 有一個叫做Taki Rendaro 他有一個非常有名的一首這一個歌曲 叫做《鳳城之夜》 這個學校裡面培養出一些非常優秀的人才 這是在藝術的復興這個部分 跟各位介紹到這裡 那這個其實是他年輕的時候 有滿多他的代表的一些作品出現 當然最有名大概就是方程職業 很不好唱 但是大家一聽到那個旋律就知道